国产的巡航车这款在大家心中是什么位置呢 好首先是外观方面 其实这款车车我个人觉得中规中矩 相比较春风其他车系的一个设计来说 它并没有很亮眼 虽然也是搭配这种比较传统的圆灯 圆衣表加上一个水滴油箱 就是很有包本那种真实风的感觉 相比较美派巡航的那种肌肉车来说的话 少了一些力量感 不过这种车比较适合于大家平时上下班带个布 跟朋友聚个会喝个咖啡 还是比较有调性的 好坐高方面 这款车的数据只有690 没错应该在巡航体移动也是比较低的存在了 就怎么来说呢 这车应该没有人骑不了 而且脚踏的这个位置 如果你是个子比较高的朋友 可能会稍微有点憋屈 不过挪车方便多了 对吧都不用多少挪了 你就站着挪就行了 很方便 在仪表方面 在开机之前先往这看 兄弟们 标配老巡航的玩法 把它放在了侧面 三间的质感还是可以的 我们主要能操作的就是这个位置 点开之后就是我们的设置栏 设置栏里面的信心 除了一个TCS是可以关闭的 下面这些都是辅助的 它这个也是指针的设计 但它并不是一个机械指针 是一个电子指针 它的转速是在这个区域 如果平时你们要想看自己在多少转 看这个地方 也标配了TC ABS 这种日常行接用的 整体来说的话 配置还算是巡航里比较不错的了 好啊 接下来呢 我们来采访一下它的声浪 好嘞 其实了啊 首先就是这个七星三角 其实对于我这个身高来说 坐上去的这个姿态还是OK的 没有太窝腿 但是我特别想吐槽的 就是它这个坐垫 真的特别的滑 即便是你加着油箱 很使劲的在控制住你的核心力量 它照样也是前后摩擦的 更别说放松起的状态了 一给油就往后挪 一手中刹下去 这个人一往前寸 哎呀 在动力方面啊 我们分别在街道和风比鲁都去做了一个测试啊 整体它这个低扭的调教还是很有劲的 因为它的发动机呢 采用的也是450SR的发动机啊 但是它们的调教不同啊 它的低扭会比450SR来的更早一些 如果发动机的振斗意志啊 表现依旧的优秀 基本上专速达到了七八千 才会产生一个震感 而且震感非常轻微 震感呢 比较集中在你的坐垫处啊 但是真的是微乎其微 你不仔细去感受的话 都不太明显 好在刹车方面啊 我说实在的 就是我一直以来觉得春风这个450系列里 最大的败比就是它的刹车系统 虽然它的卡钱呢 搭配了一个西护卡钱 配置上来看并不低啊 但是实际的这个刹车距离还是很长的 一呢 是这个刹车啊 相对来说确实调教的偏软一些 再加上它的ABS啊 介入的过于早 所以它这个刹车距离呢 相比较来说就会比较长了 如果在日常骑行中尽量去靠自己的主观判断 减少这种急杀情况 逼阵方面呢 我个人觉得稍微还是有点硬啊 在整体过坑过坎的这个感受上来说 力道感没有什么太大的消化 直接传到整个身体 在亚弯方面呢 这个小车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实话实说啊 虽然它有点飘 但是它整体的这个操控感还是不错的啊 不管是正亚还是反亚 我都大概的去尝试了一下 像这种巡航体系的车啊 车把基本上都是比较宽的啊 大宽吧 所以你对于反亚的感受会更棒一些 当我在进弯下身的感觉 移在弯中持续的一个倾角状态下 整个车的反馈还不错 不过大家要切记啊 这种巡航车 它本来极限来的就很快啊 所以当你随便歪一下啊 基本上就已经满胎了 像在这种小场地封闭路 你可以玩一玩 但对于在街道中或者山路里啊 尽量避免把车放的太低 因为它的极限真的来的太早了 最后呢 我来总结一下啊 就这个小事呢 你如果买来就是代步的 上下班通勤的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我说到的 它这个刹车系统的调校问题 在当下这个国产巡航 也是非常激烈竞争的这个时代啊 我觉得这款车能排到中上等 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毕竟价格很便宜嘛 好了不说那么多了 咱们今儿都这么着吧 还有什么想看的车型 在评论区告诉我 跟对 咱们再评论区